You have been a very bad child 我才不是壞孩子 怎麼會對我這麼兇勒 還沒有關在房間裡面呢 看來我們的繼父是一個 大壞蛋 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逃離 繼父的掌控嘛 他的房間的錯誤沒有關 那我就可以偷偷溜出去嘍 我先走啦我先走啦 掰掰掰掰 他馬上就發現我了欸 他超生氣的 趕快跑趕快跑 跟著他上面的花布 可以直接跳到隔壁的房間 你抓不到我的勒 他下面用除草機 會不會把我頭髮除掉勒 雖然我根本就沒有頭髮 好來採一下這個 綠色重生點 有一堆紙箱需要我來去跑酷 還有兩把巨型的巨子在前方喔 加油喔 你是跟我一起逃離可怕的繼父的嗎 他這個邪惡掌控很多小孩子 有一個大巨子可以跳過這個關卡喔 但沒關係啦 這應該算蠻簡單的 不要被巨到不要被巨到 這個木頭不會斷掉嗎 看來是不會不會不會 趕快過去趕快出去 就有那一個人還沒有過來喔 加油加油喔 這三個巨型巨子攔不倒你的阿 我們要一起逃離這個繼父的掌控 對吧 OK 成功安全的過關了 小心岩漿 阿 他居然掉下去了阿 好險後面就有一個重生點 哇 又掉下去了耶 看來他的跑酷技巧還算蠻 讓人堪憂的阿 我們不要理他了 我們先趕快前進 嚴重不能夠被他拖勒 好 接下來有個旋轉紙箱 怎麼繼父又跑來這裡了 你剛不在一樓嗎 而且他是個巨人組耶 呃 你看不見我你看不見我 讓我壓力好大喔 我就不信你這樣子還看不見耶 還有個巨大槌子 好趁現在經過 還有一個痕跡阿 就是槌子落下來的瞬間喔 趕快過去趕快過去 不能夠被壓扁喔 好了 接下來還有一個綠色重生點 再爬上這個工具箱 還有輪胎跟扳手 好 嘿嘿嘿 哎呀 輪胎中間居然有縫隙 他不是一整捆讓我走過去 還用這樣跳的喔 呃 OK 反正我跳過來了 踩一下重生點 欸又一個通風管耶 打開打開 這次鑽到這個通風管道了 每次跑酷的遊戲都一定會有通風管道阿 然後後面那個跑酷失敗的傢伙又跟過來了 沒想到他居然可以通過前面的機關阿 右邊 喔 那個居然在這邊看著我耶 嚇死我了 你看這個玩家也嚇到了 快走快走快走 不能夠在這裡待太久阿 他等一下就直接衝出來了喔 然後這個除草機 不要把我剃成光頭 快走快走 還在吃到一個扳手 看來扳手是一個成就道具 我們剪越多的話 就可以破解成就啦 哈哈 居然還有剪刀耶 跳過去 跳過去 再跳一下 哈哈哈哈 結果被剪成一半了阿 看來我剛剛實在跳得太快了喔 剩下最後兩個剪刀 跳 再跳一下 啊啊 終於過來了 被這種大剪刀 剪刀一定會掛掉的嗎 還有這是 鍋鏟 很像蟹寶王的那種鍋鏟耶 我們要怎麼跳阿 他要跳到這個鏟子上面才不會掛掉 啊 碰到下面這個燒烤架呢 我們就被燙死 還有這起司漢堡 讓我想到麥當勞的那個雙層 牛肉起司漢堡 欸嘿 跳肉餅囉 而且跟這種肉餅他就會翻面 他被鍋鏟翻面喔 不能夠在這個肉餅上面太久阿 好 再吃一下這個 反手 我們就可以到下一關囉 嗯 有一個動畫 怎麼了 我不想的預感阿 啊 被抓到啦 他居然還家暴我 被他揍了一拳之後 關在一個房子裡面了 嘿 我們現在要找到一個按鈕阿 來逃出這個房間嗎 有個 木製梯子在天花板 好 我們來找我看按鈕在哪裡 這個電鋸可以跳過關卡 不需要不需要 我們可以憑藉實力找到按鈕嗎 箱子後面 這麼好找喔 欸 梯子被放下來了 再次逃離邪惡技術的掌控 GOGO 爬上梯子 不要被發現喔 這個聲音如果製造太大聲的話 他又要跑過來找我了 還有閃電雷射線耶 電到的話就會當場死亡喔 不能夠碰到他 還有邪惡陷阱 怎麼會這麼多在這邊阿 我不想要活在這個祭父家裡面 難怪要逃走 一堆都是會讓人家致命的東西 再來要爬上來喔 噗噗噗噗噗噗噗 還有這個電球也不能夠碰到喔 有一個電線會往下閃過來欸 你現在下去 我現在就要跳過來囉 差點又被切成兩半阿 太可怕了 又是通風管道 敲敲敲 旁邊沒有祭父吧 對 旁邊沒有他的可怕那個臉 我有被嚇到 好再跳下來 蛊 怎麼有一個除草機在後面啊 不可以鋸我啊 我啊 會被鋸成碎片的啊 快跑快跑 他真的很想把我剃成光頭耶 這樣回去的話會不會找我嗎 會會會會 但他那個通道太小了 他擠不過來喔 欸有個下水道 這樣子就逃過他的追殺了 好啦 那麼這邊還有一個監視的陷阱 嗯 他會往下壓喔 沖壓機 把我們剁成肉醬 就這個樣子啊 好可怕喔 剛剛視角不小心碰到他 哇 我頭不能夠扎到尖刺喔 那我要 再來熟悉他的順序囉 我們要提早跳或是晚跳 我們要在他這個時候跳過去 欸這個有點太嚴格了呢 現在跳現在跳 喔有了有了 趕快飛趕快飛 嘿嘿嘿嘿 又差點被做成肉醬了 來個懸浮梯 根據他上升下降的速度呢 我們可以跳到下一個板子上面 上升上升 來跳第三個板子 嗯 又一個板手在前方喔 盡量把所有的成就板手都吃光光吧 盡自己的全力如果收集到全部的話 那就是一個獲得一個成就徽章啊 好了 根據箭頭指示軸會到哪裡呢 慢慢來慢慢來 有個彈簧床 可以直接彈過去喔 跳上去跳上去 但喲 欸果然知道聰明才智才可以通過這一關啊 這彈簧床一定要好好利用 好 終於到最上方啦 剛爬了這麼多遠距離的路 幾乎一家真大喔 是一個科技實驗室 下面有一個 下水道 酸液游泳池 我最不喜歡的類型 我們還要閃過這個雷射線耶 來等平台過來 我們跳上去之後就要進行跑酷了 加油加油 黑勒你可以的 根據他的速度站在後面一點 跳過去 喔喔喔喔 沒事沒事 啊誰會走到右邊啊 啊誰會走到左邊啊 明明右邊比較簡單喔 還有一個下面這個洞 啊還要閃過這個雷射線啊 他這個洞如果被切到的話就完蛋了 嗯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完全拿不到我們 又是這種懸浮梯 他會突出來之後 瞬間跳過來 就不會掉下去了 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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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通速通 Speed Run 加快我們的速度 逃離繼父的掌控 沒有人會想要住在這種房子裡面啦 一堆陷阱 一堆致命的東西 會把人家幹掉耶 在這邊活不到一個月 活不到一天我就掛掉了啦 來 再伸縮出來 在這邊 伸出來 好 安全跳過這一關 越後面會越難才對啊 但我怎麼覺得越來越簡單了呢 啊剛剛講完就出現好危險的陷阱喔 半月長刀 處形台 好 再跳一下 只要抓好tempo應該就沒事了啦 還有一個雷射球體耶 你射啊 越後面是不是越快啊 好可怕喔 每次每個東西都會讓我變成一半耶 誰排我這個傻啊 兩個巨型堅持的滾輪 你要把我碾碎喔 在跳到對面 他在跳到這裡 喔 不能夠分心 不能夠分心 還要抓好tempo 好了好了我過來了 呵呵呵呵 越後面真的越難了啦 來平台快送我過去啦 我不想要待在這種很像洗衣房 這個洗車地的地方 不要往下 往上下夾喔 我會死 死得很慘 加油加油 你們可以的 啊 第一位挑戰者失敗 還發出爆炸聲 啊第二位挑戰者也失敗啦 這不會很難啊 跳過來跳過來 好吧 這一關不應該卡這麼多人才對啊 哈哈哈哈 我要到下一關囉 喔 有一個神秘實驗室耶 還綁著一個粉紅色衣服的機器人 嗯 我有不太好的預感喔 我是不是應該按下這個按鈕才對呢 好 我們就讓他進行通電吧 再按下 紅色的按鈕喔 剩下左前方的 再給他進行接電 喔 巨大電球往下來了耶 不過他之後咧 門就會打開 啊 希望你不要給我啟動啊 就當我沒事啊 欸 怎麼了 最終決戰 你會使用中國功夫跟我打架嗎 為什麼要這種拳法啊 我們真的要開始對戰喔 哇 我要使用閃電攻擊耶 我是咒斯喔 你看 我因為接受了靜電的祝福啊 我可以直接用閃電箭射他耶 啪 被我電到之後他就會卡著不會動啦 這是麻痹效果喔 喜歡嗎喜歡嗎 咒 哇他會發射火焰啊 你也是元素能力者喔 感覺好像很強喔 我剛剛不小心哀悼一下沒有事情 好再給他定一下 吃閃電吧 看來還是我的閃電攻擊會比較強喔 喔怎麼了 你又要幹嘛 最後的雷擊 怎麼樣啊 沒有想到我這個雷電元素能力者那麼強嗎 反派就是死於話多啦 欸 怎麼了 是剛剛那個機器人耶 他該不會是我們下一個要逃離的大BOSS 欸 好那我們祭福就被幹掉囉 但是我們這樣也算是成功逃離祭福的家園了啦 而且我們還變成這個雷電的利者了 你們加油你們加油我先走了 飛過去飛過去 好往上往上 乘著蜂蛾飛行 希望後面沒有更可怕的事情了啦 嘿通光囉 恭喜你們逃離邪惡祭福的掌控 他有個大雕像在跳舞耶 耶嘿 14分鐘就直接完成遊戲啦 但我好像沒有找到這個板手位在哪裡耶 你們有找到嗎 希望你們可以收集全部的板手啦 一樣如果是下面的話請訂閱之後再轉向喜歡 希望分享一下我們下支ROBOSS遊戲再見囉 掰掰